那么我们在建建模之前 我们来讨论一下 因为这等一下要删掉 我们来讨论一下 元件这个东西是什么 不过这个元件到后半段 我们要自己做 我们自己做 自己用自己的图块跟元件 来控制整个配置 OK 这个元件是什么 元件怎么抓出来 我们待会 我们待会就直接找 大家看一下 这里 视窗的元件 这样懂意思吗 OK 下次选单 视窗选择元件 OK 好你给它执行 好 那执行 它会产生这个 资料夹 同意要选第一个 同意那有同意说 可是我这地方好几个 同意那是你可能 这个每个版本不一样 同意那 这些其他多了 我们就不要做 同意我们就选第一个 最基本的元件取样器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元件 我们到后半段都自己做了 同意是 那我现在先用它内建 OK 你就执行元件取样器 然后再执行 执行有一大堆元件 你们看到吗 OK 那每个版本的不同了 同意它有不同的元件 可是你不用太在意说 为什么这个 有的版本 有的没有 同意你不用管 因为因为我们不用到这个 同意我们很少 因为我们都要自己画 怎么可能会一直用它 这个内建的 这样的意思吗 OK 好 比如说像这有的国外的卡车 那国外的卡车 跟我们台湾的卡车 又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做一些车辆的 那个元件 你可以去下载 不然就是自己画 也可以 OK 好 不过我们做室内设计 是不会去 不会去管到 这个机械的东西 所以就这么参考 知道懂意思吗 对 那你在元件要怎么载入 对 比如说举例 那你就选一个 你这边可以滑 那我往下找 比如说选这个人物 有没有看到 那个Nancy 就南希 我给他翻译叫南希 OK 就点他 同意点他 同意点他之后 你的注意 点他之后 他等下拉出来 执行移动命令 待会你看这里 他的移动命令会执行 你知道吗 他会自己把你跳执行 因为你要搬出来 就是移动 不是吗 OK 好 那我就选他 选他 对不对 同意这样拉 有没有 我这样拉 OK 你有没有看到移动指令 挂在这里 这个符号 有没有 他这有一个符号 在移动命令 这样懂意思吗 OK 同意 那你待会这个地方会执行 所以你来 我把它摆到适当位置 比如说南希 放在这里 左键就放一个 同意放一个 然后原件就载入了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在执行移动 这样懂 他会把他按下去 他会自己执行移动 这时候你如果滑鼠去点他 你会发现都在移动物件 他就一直移动物件 你知道 你会觉得怎么一直 你在这里 因为他一直在执行移动 那你怎么把移动命令 结束掉呢 同意你可以按这个按钮 或者按空白键也可以 按这个 懂意思吗 就是按选取 OK 你看看空白键 注意啊 空白键要把 把那个中文输入法关掉 不然他一直在 解那个中文输入 知道吗 OK 好 就按选取 你看 这时候呢 同意 这时候他就不会移动 这时候你可以点别的地方 这样懂意思吗 比如说往下找 有一个这个 Susan Susan 懂意思吗 这个外国的名字 同意就点这里 然后拉出来 你看在执行移动 OK 同意每一个版本 他会列出不同的代表性的人物 知道吗 所以这个 你不用去想说 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没关系 来我点一下 你看等一下的移动 这时候你可以选别人 同意不行 你怎么点都在移动 就是找一个固定点去移动 所以你一定要按这一个 选取 让他不要移动 不然你看这个地方执行 同意你直接按这里 让他跳回来 他这些会选一个来做 你看我按 按这个选取之后 移动就浮起来 这样懂意思吗 这时候你就选东西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那信箱一样 你比如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就好 信箱 你把它扳出来 同意你在执行中 可以执行滚轮 对啊 你可以执行滚轮 比如滚轮按着不放 它就空 3D 环转 滚轮按着不放 刚讲过 滚轮按着不放 然后滑鼠拖移 就 3D 环转 你可以这样转 这样转 就天 你不要转太快 不然头会晕 这样懂意思吗 然后这样翻过来 这样看 这样懂意思吗 你看走 同意你要看走 这个是X走 这是Y走 你看绿色的线跟红色线 好吧 拉过来 比如说我转这样 我把它转到这里 然后信箱给它放到适当位置 点一下 这样懂意思吗 滚轮往后滚 就是远跟近 同意那平移会吗 Ship的按着不放 Ship的键按着不放 键盘 然后滚按着不放就平移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那我要结束移动怎么办 按空白键 不然就按这一个 这样懂意思吗 OK 非常简单 对啊 很简单吧 好 对 那这个元件我就不要做了 同来这个你有打叉 打叉 但在载入的话 就按这个 视窗元件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进来就变载入了 OK 你要回到刚刚那个资料夹 怎么办 同来请你按这个箭头 知道吗 按这个箭头 然后选谁 选元件 OK 就像这样 它都回复了 OK 好 打叉 这样懂意思吗 OK 好 那这个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删 等一下 这个要怎么删 对 再来 你滚了按着不放 往上看 是不是有看到天 这里啊 有个天对不对 那这边地 同来这是最基本的 我们当初载入了样本 就用这一个啊 那个标准的 简单的这个建筑样本 这样的意思吗 OK 那你不想有天跟地 或者说你的环境 的那个颜色 你 你想要改 那你要怎么做 那你必须执行样式哦 他必须执行这一个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这个 看一下 同来 视窗看到吗 视窗 视窗哦 视窗的下拉清单 这地方是有看到一个叫做样式 样式知道吗 同来给他执行 OK 他产生这个样式的 这个环境面板 等于是那个背景的设定 知道吗 请注意哦 这边你会搞错 同来 请注意 同来 我讲的样式指哪一个 是指这一个 视窗 它里面的样式哦 你不要把它记错 你不要把它记成什么 工具列呢 同来工具列的样式是指这一个 这是工具列的样式 不一样啊 同来跟这没关系啊 这样同意是吧 也就是说 同来也会说 按这个啊 按这个检式 然后工具列吗 按工具列 然后去把这个样式 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个样式勾跟关 不对啊 跟它没关系 同来是样式指这一个 这是编辑中 我们在制图的时候要看到 那整个环境的样式指说 这个视窗的样式 这样才对啊 不要弄错哦 视窗的样式 OK 按它 好 你看现在执行的是这一个 标准的 这样东西是吧 你可以自己改 同来自己改 同来那这个 我就稍微按一下 比如说3D练义模式按它 你看环境又变成单单一速模 有没有 所以这时候滚轮按怎么放往上推 它的天空变这样 同来是啊 你看这个 share share就是一般的那个造型 按这里 你看它就取消天跟地了 你现在怎么按都是一个白白白色的背景 有没有看到 OK 然后点这个就是透明 同来是啊 你看这样这样拉 有没有大家都透明 有没有看到 穿透 OK 同来有的版本 不是我们schedule 是别的软体 它把它称为什么 幽灵模式 知道吗 OK 那名字真的 真的蛮刺激的 用这种名字 同来你看这里 城市规划 像这样 这样有天跟地 这个是色调比较暗 这样的意思吗 OK 你可以自己改 同来我们等一下用哪一个 我们等一下用这个 我看一下 这是景观建筑模式 我们用一个颜色 对于轴会看得比较清楚了 因为 这个简单模式 它那个地 绿色成分太高 同来我们选一个 灰阶 同来我们用这个好了 建筑景观 这样都会是吧 建筑景观 不然就是上面这个城市规划都可以 同意是吧 因为这个轴会比较清楚 你看 绿色的Y轴跟红色X轴 这样同意是吧 这几个 OK 我们用自己来练 同来说 那我可以把背景调成黑的吗 可以啊 你要自定 你知道 你要自定 OK 这个后面再讲好了 我们一开始不要动太多 我们后面再讲好了 好 我现在把它打叉 打叉 OK 好 同来 我们在待会来做2D的时候 是不需要有这些元件的 所以你要把它删掉 知道 OK 同来 这个怎么选东西 跟我们OK一样 大同小异 来看一下 同来 这个选东西一定要下这个指令 选取 你不要下 因为这指令都在执行 都不是 他一定要按第一个选取 它就空白键 它的做法就空白键也可以 你自己看 比如说按这个移动 对 那我怎么跳这里 按空白键 你注意看这里 按空白键 你看这边选取 比如我在执行旋转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你看现在指令旋转 按空白键 是不是跳为选取 这样懂得是吗 OK 好 在选取的指令执行中 如果左到右 从左边按着不放拖一 这个框 有没有看到一个实线框 实线框是什么东西 就窗选 窗选就包含才算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也就是说从这个左边 看你要左上右下 还是左下右上 反正从左边到右边 这个选法叫什么 同来这个叫窗选 窗选的框是实线的 同来在欧罗卡的世界里面 它是蓝色的背景 对不对 叫窗选 这个是什么 就包含才算 你要整个包含区才算选到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那如果说你右到左 同来就虚线框 假设你从右边 右边到左边 看你要右上左下 右下左上都可以 这都可以 这什么东西 这叫框选 同来框选就碰到就算 就碰到就算选到的意思 这样懂得意思吗 好 你不用特别记这个什么窗选框选 因为除非你要考试 我们这没有 这样懂得意思吗 好看一下 好 如果说你是从左到右 窗选 实现框 包含才算 请问你 我如果这样按着不放左 今天这样推到这里来 你觉得有没有选到任何东西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左边的女生 左边的女孩子的画面 他才一半而已 他没有全部包进去 所以他没有选到 然后这才一半也是没有选到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所以我今天如果说 大概这样框 对不对 这样放开 你看都没有选到任何一个 你要选到他们两个 必须全部包进去 这样拿 这样 然后再到这里 Nancy 有没有 包含那个Nancy 放开 有没有选到 这样懂得意思吗 选到他就会一个 圆件的部分 就是会有一个 蓝色的框 让你看到 OK 如果右到左 就碰到就算 比如右到左 就是从右边 按着左 因为我方拖一 这样碰到就可以 这样都可以了 这样都选到 这样懂得意思吗 那什么时候会用窗悬 什么时候用框悬 看情形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我现在全部都不要了 那怎么样比较快 所以右到左比较快 因为碰到就算了 不然你扛盖范围要很大 所以右到左这样按着不放 那拖一到这边来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全部选到 OK 碰到就算 这样选到 然后把它删掉 删掉会吗 按一个Delete键 最简单就是按Delete键 D1L 1T 同意在键盘里面 找一下这个按钮 在Enter的右上角 没有看到这个按钮 这叫什么 这叫删除 删除这样 然后你把它删掉 Delete OK 好 删除物件 一定要先选到东西再删 来按Delete键 它就删掉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删掉你就 等一下就回到 那个上市图来 对 那我们就来画 OK 同意这个 如果你后悔 就回到上一步 这样懂得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上市图一条线吗 因为你可以这样 滚了按时不放 滚了按时不放 然后往上面拉 你看这样拉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这些人 都是一个牌子 你看 这样看是不是一条线 有没有 然后推过来 这样看是不是一条线 这边一条线 然后这个 Susan 一条线 Nancy 一条线 这原来的女主角 一条线 OK 但是那个 这个 信箱它是3D的 OK 所以我们3D也可以形成原件 这样懂得意思吗 你如果这样弄坏弄乱了怎么办 先按上市图 再回到等角 再回到那个等角透视图 按这里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好 然后把这里全部删掉 全部删掉 按底的键 先选起来 按底的键 OK 就删除 OK 好 那我们删除完毕之后 回到2D 我们先从2D开始 按这个上市图 左键 有没有 同样你又发现这个地方 概念都很相似 你看这里 Y轴 懂得意思吗 刚讲过了 这边就是Y 然后这边就是X 这样懂得意思吗 这个就圆点 对 就是空间 2D 那我们待会呢 再来介绍这个2D指令 如何画线画圆 画弧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还有一些常用指令 对 我跟你说 这个schedule它的指令 你不要期待 它的2D 跟AutoCave一样强 没有 对 它就是方便而已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那正规的工程图 还是用AutoCave去做 会比较能够解出所有 这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图 懂得意思吗 那schedule部分是适合快速塑膜 对啊 所以你要整合啦 就是说你schedule AutoCave跟3D Max 这你要一起混着用 这样懂得意思吗 这样才有效率 OK哦 好 没关系 你先试一下我们这个前面 这几段就是什么 基础界面 那个处置界面的做法 大家先试试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